县长立志庙今天一早率团前往近六节询区 探视县级125位的新兵 关心他们在军中适应的情况 也特别为每一位新兵准备了一份西点餐盒 也感谢部队长官对县级一难的照顾 我们听取长官的教训以后 那我们对于所有的自己的健康要把关好 希望能够有坚强的体货 才能够保卫国家 还有保卫我们的家人 所以家里的妈妈跟我这个妈妈一样 希望你们都能够健康 你们健康我们就会很安心 所以今天特别来到了我们的云区 对我们弟兄的关心 那在这短短的四个月当中 在这里能够有很多的思考 你的检讨过去 策略将来 县长对于我们青年这一块服务专区 也是非常的这个很热心的这个投入 那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努力 平平安安的结训 好不好有没有问题 还有 而在入伍的第二十二天 县长到来 阿斌哥们开心的喊着县长妈妈我爱你 场面相当的温馨 让这些刚入伍的弟兄们感受到无比的温暖 县长妈妈我爱你 会想这样吗还好吧 还好 就当兵啊 连长我们连长对我们蛮好的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边就像我们的家一样 对啊 第二个家 对啊 我们一赢二连的对啊 他每天都会来来来来跟我们聊聊天 对啊 晚上都会来问我们有什么问题 或什么什么要改进的 对啊 所以对啊 很开心啊 感觉被重视啊 很开心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就像我妈一样 对回到家的感觉 对啊 回到家的感觉 很温暖 谢谢县长 而此次县长也执政家蔡金 感谢一五三旅 祥荣舞龙赞鼓队 来协助2020南洋妈祖文化活动的演出 为活动增添了热闹还有光彩 当兵期间锻炼体能 学纪律 学服从 是一个转大人的过程 而在退伍之后 县长林子庙表示 县福的青年事务科和劳工处 有提供就业和创业的管道资讯 可以多加来利用 一旦新闻记者 蓝夏如采访报道